好,这里是东南亚福,他们上周这里开了一个叫战术接力的活动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 他跟加速狩猎是有点像,但是他呢每天只能完成一个任务 他说呢,同一角色每天可以通关一次,然后这个走的任务必须按顺序来完成 而且这个任务是固定的 然后他的额外条件你达成了之后可以拿到额外的积分 那么他相应有两种条件 一种是职业的要求,一种是要求达到一定的等级范围 然后呢,完成他这个任务 或者说你达到一定条件,他会有不同的积分奖励 然后看一下这个每日奖励 他说呢,第三,第六,第九个任务 就可以拿到每日奖励 然后第三个阶段的奖励,一个是青上层的密钥 然后就是双倍券 第六阶段是一个成长密钥,只能200级以下用的 然后第九阶段也就是完成最后一个任务之后 他会拿到极端成长密钥 他是在141到200级之间 按照他那个等级 你跟他对话的话 他是有 他是有那个代率 最多就一下子升10级 然后这个是积分奖励 积分奖励就是按照你完成任务所得到的积分总和 那么1000点是选择蓝加一个斗燃加速器 最多到129 神之字不能使用 然后2000点是一个经验值带子 他是每周一上午10点会重置 3000点是一个 是一个椅子 4000点是一个魔方 5000点是奇异魔方 6000点是30个选择 选择行神秘徽章 7000点是台风成长庙 8000点是核心宝石15个 9000点是永恒涅槃火焰 真正的 目标 4000点 目标 5000点是最高的 这个朋友 5000点 6000点 5000点 这时候就拿到5000点迪用券,还有这个椅子 然后这个活动的话,两周时间 所以理论上的话,理论只能完成一次 但是呢,很有几天腾空的时间 就是说如果你错过,还能补上一点 那么就这样 然后它这个从1到9分别是打猎300只怪物 然后打到100连去击杀 第三个是击败boss 第四个是打猎300只新之力怪物 第五个是通关一次怪物公园 第六个是激活一次符文 第七个是打猎300个精英怪 第八个是达到100连去击杀 第九个是打猎300只神秘核的怪物 第九个是打猎300只神秘核的怪物 然后它只要一条件 你看这个图标的话 看这个图标 它分别有战士,魔法师,弓箭手,飞侠,还有海盗 如果你是用它们那个角色来完成的话 那么就有这10点 然后等级条件都是2007以上 所以最完美的条件就是 你角色里面要有五个分别不同职业系的角色 都要达到2007以上 也就是五转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难度 就特别是对那些新手刚玩的那些职业 那些玩家可能有点难 就这样了